希望大家不讨厌 因为每个都不一样 因为看到法神的每一个都不同 对不对 这里还有看到法神的 有些人他们不谈 有些人他们谈 像雷吉上师 雷吉 你的法神也是24 hours 你们知道吧 年厌呢 只要我静下来的时候 静下来的时候就看到法神 对 对啊 这个 是事实 事实可以讲 要有证人 你要有证人有证物 要有这些东西 证明 你如果确实有神通 你把证人证物列出来 大家相信你 反而 让大家去 不是说去追逐神通 不是说去追逐神通 是你修行 他自然就会有 我 知道那个 慧文 慧文在吧 你知道 你看过我的法神吗 梦你见过 梦你见过 梦里的不算 要有感应的 是感应的吗 讲大声一点 明显 你有感觉到 你有感觉到 好 好啦 好啦 还有呢 还有谁 那位 你站起来 好 你要麦克风吗 好 他用麦克风 司征好 司征好 在去年 2023年10月 下半个月 有弟子 莲花凯利 有来到西雅图朝圣 回到马来西亚 不到一周 有请司征加持 满天滑盖 我们在决定 选定日的时候 司征指了 那个日子 11月 如果没有记错 是11月29日 日历上的定日 然后我们本来想推后 到去年 想推后到今年的正月初三 结果不到两三天 就有东西来了 没有办法 然后就再谈成情事 司征就说 就跟你说了 就是这个日子 所以我们就赶紧的 就办了 就弄好了 而且此次来西雅图朝圣 在出发前 因为我们从新加坡 飞 飞过来西雅图 中转日本 那么在出发前 刚起来要准备的时候 下床就看见 司征走过来 就给加持了 然后司征有跟我说 你快点 那个包车的人要来了 你不要拖 所以我就赶紧起床 准备了一下子 那个人就来了 比预定的时间早了 跟司征讲的时间一样 凌晨 本来是预定的车是2点半 司征跟我说 大概1点30 1点25分左右 司征跟我说 你赶紧起来 然后司征 起床只是声音说罢了 然后下床 就看见司征直接来 我就直接蹲下来 司征就给加持 司征说你赶紧的 他大概2点08分左右就会到 好 果然一更衣完了之后 他那个车子就到了 跟司征说的时间一模一样 好 谢谢 谢谢司征 这个司征就是印证 印证这些事情 很多事情 一切都是印证 必须要有印证 才是真实的 真实的你就可以讲 其实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 只是不讲 不开口而已 他不好意思 有些人是不好意思